寶貝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優格姐姐 小朋友 夏天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很喜歡玩水 打水槍呢 今天我們要認識的動物 牠的頭頂也很像水槍可以噴水喔 是什麼動物呢 我們趕快去看看 牠有寬寬大大的嘴巴 牠叫做魚 可是牠不是魚 牠的頭會噴水 牠是海裡最大的動物 牠是海裡最大的動物 這是什麼動物呢 四驚魚牠有寬寬大大的嘴巴 四驚魚牠叫做魚 可是牠不是魚 四驚魚 四驚魚牠的頭會噴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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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鸡鱼 今天我们认识的动物是鲸鱼 鲸鱼虽然有个鱼字 但它不是鱼哦 它是哺乳类动物 鲸鱼可是海中最大的动物呢 所以也需要吃更多的食物 才能把肚子填饱哦 好险鲸鱼有又宽又大的嘴巴 所以鲸鱼只需要打开它的大嘴巴 小鱼小虾就会自己游进鲸鱼的嘴巴里面 鲸鱼再把它们统统吃下肚子 是不是很聪明呢 那为什么鲸鱼会喷水呢 其实那是鲸鱼在呼吸哦 我们是用鼻子呼吸 而鲸鱼是用头顶上的气孔 把气给排出来 当气碰到空气中的水分 就会变成水 看起来就像是喷水哦 小朋友这样子都认识鲸鱼了吗 下次再跟着优格姐姐 认识更多的动物 还有更有趣的事情吧